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夫人的 对对 是他们家里边传下来的 我夫人她是法国人 因为是她祖上喜欢收藏中国的古董 我当时在大家一看 我眼睛一亮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手向面向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她会说中文 对 她会说和男话 真的 哈喽 玛格林 哈喽 你好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喜欢中国的小伙子 喜欢中国的文化 因为她对我很好 哦 说得很直接 那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个是我爸爸熟成的 不是我自己招的 所以是我爸爸喜欢的 要问他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拿到华裔智能来健保 因为这是你们的一个宝贝吧 所以带回来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带回来到中国吧 最重要的问题是还带走吗 不带走啊 带回到这里 不带走了 好样的 玛格林 我喜欢你 太好了 通过那个资料的查询 我觉得这个这笔画应该是 是以前在皇宫上面而挂上去的 迄今为止是国内外最大的衣服 是经过考证的 是在那个龙床的前面挂起来的吗 是在那个皇宫 皇宫的那个 我觉得是应该皇宫那个墙壁上面挂的 具体还要我请教专家 但是你太厉害了 来解密 你把法国的姑娘娶到中国来了 你把中国的东西拿回中国来了 对吧 对对对 你 谢谢 这些国家西北地区一些省份 像这个山西 陕西 甘肃 都曾见到过类似的东西 其中有以红色调为主的 也有以这个蓝色调为主的 但是呢 文物工作者给他起一个名字叫杖子 杖就是杖本的那个杖 杖子 所以我们认为他的名称啊 按照这个叫法 应该叫杖瓶 瓶呢 是瓶风的瓶 首先啊 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皇家的 因为这个是 这个很重要 从这个 它的造型看 这个主体图案啊 或者说文饰 是什么呢 二龙细珠 对 看一条龙 那边一条龙 中间呢 实际上是一个带火炎纹的 这样一个宝珠 但是可惜啊 它一些丝绣啊 那个绣啊 线脱了 掉了 所以那个宝珠啊 不是太明显了 但是从背后看啊 它还留有一些痕迹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 二龙细珠啊 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然后上边呢 还杂有什么呢 杂有个 按八仙 这个是个笛子 是八仙当中啊 含香籽 吹的那个笛子 再如中间这个部位啊 这个是一把什么呢 一把剑 是那个八仙的吕洞宾呢 用的那个剑 所以中间呢 就是旁边啊 还杂有这种啊 按八仙的文饰 我看好像呢 还有一种中国说法叫 浮山寿海 下面呢 是有山 还有一个海水的 确实啊 有这个寿山浮海啊 那个图文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叫法 叫什么呢 叫海水江崖 这个江崖啊 跟海水暗喻着什么呢 江山之意 这个图案呢 应该是啊 跟这个海水江崖啊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接着海水江崖 它那个边上还有什么呢 就是佛教的那个八宝 你像那个鱼栏啊 包括那个海螺啊 这个金鱼啊 等等 我们大家最大的问题是 它是不是皇上用的 哎 这个问题啊 核金就在这儿了 你看 这个啊 上面咱们可以看到 它那个龙爪 那个龙爪啊 比如这个 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什么呀 五爪 五爪啊 五爪金龙 哇 按照过去啊 清代有关制度的规定啊 这个五爪金龙啊 应该是皇帝用了 对啊 哎 而他的这个王爷啊 等等啊 是四爪或者三爪 所以相对来说呢 这个呢 我在最初看到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印象 但是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除了人要用这个 另外呢 在这个一些神尊 或者神佛 也有用这个的 因为神佛的地位高 包括像这个 比如说 关圣帝君 包括孔庙 孔子 这些呢 都是啊 帝君皇帝级的待遇 这件呢 是有着比较明显的 就是从啊 背后看 织绣 应该说 显得呀 是什么呢 比较啊 大织 比较粗疏一些 这看得非常明显 而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平直绣 所以从这些啊 织法上 包括啊 它的疏密程度上啊 应该是地方上啊 供纳给啊 这个 寺院 或者是道观的 这样一件作品 什么时期的呢 应该是清代中期啊 这个时候 这件东西 尽管是地方上的 但是呢 形质比较大 同时呢 保存基本完整 尽管有一些啊 脱线 脱丝的地方 但是修复之后 还应该是一件啊 非常漂亮的作品 所以 它就可以放在 我们的 珍宝台 第四号珍宝台上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不能够肯定的说 它的用途是什么 但是目前可以看 肯定是上层人物 上层用的 嗯 是不错的 但是 比最好的 还是有差距的 我曾经给评论过 皇帝 正装的龙袍 那个龙袍呢 是锦断的地质 用的是真金真银的线 绣得非常 那都是非常贵 非常贵的 但是这个呢 还没有达到那样 它的地质呢 就是这个 粘子 线就是一般的丝线 那么等级就下了一些 但它大在 贵到哪呢 好处在哪呢 一是大 二是旗 稀有 但是也难倒了 我这个估价人 没有可比性 没有这个成交记录 只能按照它 现有的情况 跟同类别的东西 经以类比 给它一个估价 参考价是 五十万 谢谢老师 希望呢 你的太太 我们美丽的姑娘 能够把我们 美丽的中国 当作自己的家 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宝物 能够回家 看到这件宝物回家 我们心中掩饰不住的激动 那么新的一年到来了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属于中国的宝物 能够回到它的家乡 这件宝物回家 这件宝物 不会